欢迎收看9月10号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我是微敏首先有股汇行情隔夜美股反弹带动亚洲股市止跌回升而马股方面国家银行宣布保持利率不变银行股松了一口气但手套股卖押不止马股预振乏力全天还是跌了6.60点币时报1490.12点汇率方面国行降息喊停马币兑换美元走高至4.1620令吉接下来有企业BlakeMY单元 先是房产空置税再到网购费令民众听了胆战心惊之余也引起了强烈的访谈促使慕尤丁政府收回臣命今天房屋局地方政府部长竹莱达就宣布了政府不会在明年落实房产空置税并表示该部门将会对此重新检讨至于网购服务费在消息释出一天之后通讯及多媒体部发文告澄清 没有计划征收网购服务费也尚未为此作出讨论 一家外资投资银行开出第一枪将顶级手套目标下下坎近50% 加剧手套股卖压四大天王今天血流成河 租博马跌得最重一度暴跌1令吉80仙或者是24%降至5令吉68仙 血下20年来最大单日跌幅必是时报6令吉10仙 全天走低1令吉38仙或者是18%成价量达1亿1135万股 麦格里研究将顶级手套的目标价从10令吉13仙 大砍到5令吉40仙并下调平级至落后大势 造成顶级手套全天下跌70仙 周报6令吉45仙 有高达1亿6885万股一手 是全场第三大热门股 显示这家林伟才控制的全球最大手套厂 赤资1000万令吉回购股票也于事无补 除了苏佛马和顶级手套 赫特加和高产泥品也分别下滑1令吉12仙和1令吉26仙 各报11令吉88仙和9令吉70仙 虽然市场之前预期国家银行将会在降息25个基点 但股行今天宣布隔夜政策利率将保持在1.75% 股行指出利率今年已经累计调降了125个基点 这将继续刺激经济的成长 而货币政策委员会也认为 目前的货币政策适当且宽松 对于今天的宣布 金句写家形容这是静观其变的态度 因此认为除非短期经济前景变得更加悲观 否则国行似乎并不急于进一步返宽利率 预料11月也不会降息 今天才经到此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